知道宝妈们平时跟我一样,没有多少时间给宝宝做腐蚀吃,所以我都尽量研究一些做法比较简单又很容易成功的腐蚀。 最好一道腐蚀,可以满足宝宝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,不用再额外准备主食那么麻烦。 这个麻将手指条就是我,它的营养密度要比米粥高。 宝宝吃上半碗的份量,就顶得过一碗米粥的营养。 而且,这个配方我也经常做给小资同学吃,很容易成功。 即便最后的手指条不太容易成型,会短开也没关系,现在它软嫩,特别好嚼,没出牙的宝宝也能用牙龄来比着吃。 对于不爱吃青菜的宝宝来说,这个麻将手指条就更美了,抽好的卷心菜口感爽脆好吃。 跟胡萝卜一起夹在里面,软面中带一点点颗粒感,吃起来层次更丰富呢,完全不会把里面的青菜挑出来。 麻将手指条,食材,土豆五十克,胡萝卜十克,中筋面粉十克,芝麻将十克,鸡蛋一个,卷心菜一片,烹制方法,煮。 是否它配煮时,可以作为宝宝的一餐饭,参考月龄,十一个月以上,难以成度,中等难度。 提示,适合对文中食材不过米的宝宝,新图文菜普新。 一,准备食材,土豆五十克,胡萝卜十克,鸡面粉十克,芝麻酱十克,鸡蛋一个,卷心菜一片。 PS,食材中的蔬菜可以争议替换,不过土豆最好不要换掉,要不口感就不对了哟。 芝麻酱有很好的补盖效果,姐妹们可以自制,或者挑选物添加的纯芝麻酱来制作。 虽然纯的芝麻酱会有一点点苦味,但顺带无添加哈。 二,将土豆雀皮切成薄片,冷水上锅蒸15到20分钟,把土豆蒸到熟透变软为止。 三,把胡萝卜切得碎碎的。 PS,这里有个小重点哈,胡萝卜一定要切得碎碎的哈,因为生后混合在面壶里,颗粒太大不仅不易煮熟,才会影响口感呢。 所以再切胡萝卜片,然后改刀成胡萝卜条的时候,一定要切得细细的哦,这样才能保证最后切成的小丁是细小的。 四,姐妹们在准备食材的时候,注意一下哦,我这次普食的用量不是很多,基本上宝宝一顿饭差不多是可以吃光的。 所以,土豆还有胡萝卜不要夹得太多哦,看50克的土豆和10克的胡萝卜也就这么一点。 不,趁着土豆定制的过程中,咱们处理其他食材。 先烧开水,把卷心菜焯一下,去除压小酸盐,用凉水镇一下放凉后,切碎。 用,把蛋清和蛋黄分离,咱们这次只用蛋黄,对蛋清过米的宝宝也可以享用了。 七,这个时候土豆蒸好了,去除压成土豆米。 八,土豆米压完之后,一定要用筛网再过一下筛哈,如果不过筛,会有小的土豆块混合在面糊里,影响整体的口感呢。 P.S.用勺子把土豆米压过筛网后,土豆米会粘在筛网底部,用勺子把筛网底部的土豆米挖下来就可以了哈。 小,土豆米,胡萝卜碎,选新菜碎,芝麻酱,时刻的中筋面粉,还有蛋黄就已经都准备好了。 有的宝妈总是分不清面粉的种类,这次咱们用的是中筋面粉,就是普通家用的包饺子,做馒头的面粉就行。 此生,把上面准备好的食材一起放入大碗中。 11.搅拌均匀,做成面糊就行,看我的动图,做好的面糊是很粘稠的状态哟,过了周岁的宝宝,如果对味道比较挑剔,可以在这一步少加一点点盐来调味。 注意这里面的食材,没有加水或者其他液体哟,只有蛋黄来负责等糊糊调细,我用的蛋黄大概20克。 如果姐妹们搅拌之后发现有点干,可以少加一点点点点水来调吸。 12.准备好表花袋或正保鲜袋,用杯子撑开后放入面糊。 13.撑开水后,把表花袋剪开一个小口,或上面冻图中剪得有一点大了,均匀挤出面糊,用腐蚀剪剪剪断,或者让它自然断掉,做成小条状,下入开水中煮熟。 14.刚下入的手指条先不要去碰它,等它慢慢熟透就会浮到水面上,这个时候稍微拨动一下,煮至熟透即可。 15.充满了芝麻酱香气的手指条放在盘子中,稍微放凉,宝宝就能用手抓着吃了,粗细大小也刚刚好哟。 15.如果姐妹们在做类似这样的面线,收指条的时候,容易断掉,可以试试在水没有烧开的时候,就把收指条挤到锅中,再慢慢煮熟。 15.但注意,一定不要经常去翻饭,只要保证不糊底就OK哈,经常翻动太容易断掉了。 15.这道腐蚀中,我家的面筒还有土豆,可以作为主食,所以不用在俄网加主食了哈。 15.为了给宝宝补充盖制。 15.所以我加了芝麻酱在里面,虽然纯芝麻酱有一点点微苦,但现在补盖效果比较好,最好不要省掉哈。 15.煮好的青菜加到手指条中,根本吃不出里面的有青菜,正是让宝宝多吃青菜的好机会。 15.所以青菜去换成其他绿色青菜,也OK,一定不要省略忧。 15.注意觉得最碎的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